这是养生菌的 只要光线不够 它就是呼吸作用开始 那我们就是要修掉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一个是密生枝 就是脏很密的 其实就是互相竞争嘛 我们就把它修干净一点 就是修到它不要 不要互相竞争养分 另外一个是弱势枝 就是像这种细细的 好弱势枝 你就可以考虑修掉它 留下来比较强壮 像这种密生枝 那很密挡 这一段 1 2 3 4 5 6 7 8 你至少要去掉一半 那如果说 有些枝材往里面长 就叫密生枝 密向枝 就是要修掉 因为它往里面长 它往里面长 因为这边刚好有个洞 它就这样过来 但是那个洞 迟早会被其他叶子盖住 那这个枝材就没用 基本上到后续 它就实在浪费养分 所以密生枝拿掉 拿掉以后 其实就输开来了 另外一个枝材是说 它是什么